今天我們來破解電子相冊的製作秘密 歡迎收看網紅課堂 我是我們來下南台鄭兵彥 今天這集影片我將會教大家 如何使用Canva來製作電子相冊slideshow 相信大家對電子相冊不陌生 我們在畢業典禮、結婚典禮、生活營、生日甚至是葬禮 凡是一生中很重要的日子 我們都不難看到電子相冊的蹤影 電子相冊用一首歌的時間 將你的點點滴滴給記錄下來 非常有紀念價值 我自己就曾經幫過不少人製作電子相冊 我曾經用Premiere、Vemora、剪映等等不同的軟件製作slideshow 雖然也能成功製作電子相冊 但卻不夠方便製作焦慮也偏低 畢竟這些軟件是設計用來剪輯影片 而不是用來處理照片的 最後我就研究了很久 我發現到用Canva來製作slideshow 最方便、最高效 重點它還是免費的 話不多說馬上來展示一下 第一,創建視頻 點擊這裡創建視頻 視頻的介面有一個播放鍵的功能 方便我們預覽影片 如果你沒有任何概念的話 你可以從Canva的模板中選擇你喜歡的風格 想做相冊的朋友你可以直接搜索photo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Canva提供非常多的選擇 你要注意右下角有黃冠的是需要額外付費的 如果你想要免費使用 點擊那些沒有黃冠的就可以 好,我選擇這個主題 第二,上傳音樂 沒錯,製作電子相冊呢 我建議先選好你想要的配樂 因為歌曲的選擇會影響整個影片的風格還有節奏 點擊音頻這裡上傳音樂 然後再拉到時間軸下面 第三,修改模板 點擊以上傳來上傳照片 然後拖過去替換右邊模板的照片 這真的是太方便了 你可以自由調整照片的大小、角度 甚至是調色等等 另外,你也可以替換模板中的文字 我特別喜歡Canva的字體褲 有超級超級多的選擇 而且中文字體也非常漂亮 第四,一鍵動畫 這個也是我非常喜歡Canva的功能 只需要一個按鈕 你整個影片就會非常的生動 不需要一個一個設置關鍵針 或者是設計它的動畫 第五,導出 Canva提供非常多的選擇 如果你想要給別人審核 你可以直接導出一個鏈接 如果你想要將它打印下來 你可以下載成為PDF格式 再拿給印刷商印刷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直接下載成MP4 這樣的話你就完成了你的電子相冊影片啦 為什麼我特別推薦Canva呢? 原因有三 第一,採量模板 Canva的模板都非常的精緻 而且即便是免費的 選擇也非常多 重點是它可以選擇不同的模板混著用 這也是很多的軟體做不到的 第二,方便排版 Canva的一鍵替換功能非常棒 可以保留原設計的照片大小 角度和比例等等 這樣一來呢 你就可以先製作模板 再替換照片 就可以把它提升你的效率啦 第三,批量調整秒數 你是不是有試過剪接到一半的時候 才發現照片的數量和背景音樂不匹配 要來回修改照片的數量 或者是影片的長度呢? 在Canva你不會有這個困擾 無論你的照片數目有多少 只要批量替換秒數 就可以讓你的照片和音樂完全匹配 好的,今天的網紅課堂就到這裡結束 我是鄭冰彥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個影片的話 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